白辣蛋行白蛋价格 现在一斤47元 没有前阵子这么贵 但不要窃喜 因为价格还会更高 它有破损的 这个不行 蛋价下不去 该吃还是要吃 新鲜的蛋怎么挑 当然表面破裂 有摇晃感的不要以外 大小也要注意 普通的 完整的 都十多八大粒这样 太小颗的鸡蛋 产自较年轻的母鸡 发育比较不良 太大颗的母鸡又太老 因此适中才是最好 一颗一颗 点点的 但这样可能就是 多比其他的一般的 多放了一两天 鸡蛋的新鲜度 跟外壳的粗细无关 蛋壳比较光滑的 反而代表毛孔细致 鸡蛋不容易受到污染 而粗糙的则代表 钙质分配不均 听到咚的一声 就知道这颗蛋比较厚实 在家里可以用一公升的水 配六克的盐巴 加入鸡蛋 盛下去的就代表比较新鲜 待会买回家的鸡蛋 不要像这样一颗颗放在蛋架上 要连同塑胶袋或者盒子 一起放进冰箱 就能保鲜 另外鸡蛋外壳的颜色 跟遗传有关 并不影响营养价值 红蛋白蛋都是好蛋 就从人家进城台中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